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3月31日报道 针对巴黎市长安妮 伊达尔哥关于国院看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言论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汉罗瓦威胁抵制法国商品 报道称扎汉罗瓦在电报社交软件上发文 建议考虑抵制在俄罗斯广泛销售的法国产品 以回应伊达尔哥的丑我言论 扎汉罗瓦写道 我们是否应该挑选某种目前在俄罗斯大量销售的法国产品 宣称不欢迎他们 到目前为止 法国商品还没有被贴上莫斯科不欢迎我们的标签 他警告说 法国企业可能会因为巴黎市长的反俄立场而遭受损失 这位发言人还提到了拿破仑军队在俄罗斯的失败 便呼吁法国当局开展和平而平等的合作 报道还称 扎汉罗瓦行调 俄罗斯真是与法国的合作 但如果法国继续采取酬恶政策 俄罗斯将随时准备采取报复措施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 伊达尔哥日前在访问基辅士表示 巴黎不欢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此前在回答有关俄罗斯运动员 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安全问题时说 奥运会举办博要对运动员的安全负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